外围科技股持续上升,尤其是美国纳子的升幅令人看得胆战心惊,近两个月急升近两成,而热炒的Tesla更在同期升于1.2倍。 显示资金在疫情期间不断追入新经济股,美国科技股升势相当厉害,以周二纳子市盈率升至28.2倍来看。 似乎已相当昂贵,不过,在增长股的角度来看,又未必是天价,因为高增长的板块其股值肯定不会便宜,加上现时纳子市盈率仍低于上年12月24日的33.9倍。 因此,也不用太担忧美国科技板快已被炒到上天,爆破即将来临,由于恒指即将加入两只新经济股,即小米1810和阿里巴巴9988。 所以市场已炒起这两只恒指新贵,不过,现时恒指似乎受制于金融股的不制,所以持续面对股压,不过,当这两只新经济股正式加入恒指后,恒指的走势可能会有改善,现时仍未到时候看死这只港产主要股市指数。 不者的爱股香港电视1137竟然升至13.1元,真是难以自信,不过,这亦可以说时势做英雄,没有疫情也不会令投资者对香港电视改观。 此外,王维基近来发表《红图大计》,准备将香港电视冲出国际,这会否成功,大家不妨留意。 然而股价已暴升,追入者要衡量风险了。